尽管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因素 但是大马机场控股公司对乘客流量依然保持乐观态度 相信吉隆坡国际机场的客流量能够达到5000万人次的目标 该公司总营运长拿督阿都哈密指出 吉隆坡国际机场今年首三个月的乘客流量有所增长 数据令人鼓舞 加上机场迎来的新的航空公司 相信这有助于提高客流量 较早前巴基斯坦民营航空公司沙辛航空 首次降落吉隆坡国际机场 该公司每周提供四趟从吉隆坡飞往拉荷尔和卡拉奇的航班